今年的高溫是履創紀錄 根據最新研究顯示 高濕熱的天氣比單純的高溫更危險 因為人體會失去散熱功能 如果氣溫比工業革命前高出 攝氏三度 全球將會有十五億人面臨致命風險 根據美國這個星期所公布的最新研究 顯示 人為所造成的氣候暖化 以導致全球各大城市 高濕熱天氣的形態持續增加 如果地球氣溫比工業革命前 高出三攝氏度 全球將有十五億人會面臨送易風險 如果再高出攝氏一度 受衝擊的人口將加倍 根據二零二年的聯合國排放差距報告 在各國的現行政策下 到西元二一零零年 預計全球氣溫將上升攝氏二點八度 隨著全球高溫履創新高 阻止氣候加速暖化 成為人類生存的關鍵 在乾燥情況下 人體透過皮膚排汗 熱氣隨之蒸發 但潮濕會阻礙此一蒸發作用 甚至完全失靈 一旦人體中速過熱 體溫調節既能喪失 器官便會加速衰竭 甚至在數小時內死亡 科學家利用濕球溫度來測試人體承受濕度的極限 濕球溫度指的是對一塊空氣進行加濕 飽和濕所達到的溫度 根據2010年的研究 人體無法承受濕球溫度 設置35度以上的高溫 如果在這種環境下持續六小時 人體將無法負荷 但2022年的研究 將極限改為設置30到31度 據研究 這幾年全球都出現史無前例的高時熱天氣型態 也代表人的為了生存 事必須延長待在有冷氣室內的時間 而且 這一連帶衝擊經濟活動 對無法負擔冷氣 以及必須靠勞力生存的人口 恐怕更加淪為極端氣候下 不適者淘汰的族群 公視新聞 請請編譯